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不同类型的酸子对病人造成的不同的危害 那么当这个血管发生酸色以后 它有可能会发生坏死 那么这种在酸色的基础上发生的坏死 我们叫它梗死infarction 那么这种梗死呢 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缺血性的坏死 我们知道引起组织的坏死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血造成的坏死 那么缺血造成的这个necrosis 我们给它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它梗死infarction 那么这个梗死的局部形成的这个梗死灶呢 我们叫它infarct 这个是一个缺血性的坏死灶的一个名称 那么对于梗死来讲 它会有很多的原因可以造成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酸色 那么这个酸色里边呢 最常见的酸子呢 是血栓 大概99%的这个梗死 是由于血栓造成的酸色引起来的 那么除了这个血栓的酸色以外呢 或者是其他一些酸子的酸色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也可以引起局部的组织呢 发生缺血 一个就是血管受到了外压 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肠细膜出现了扭转 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局部的肠子呢 出现缺血性的坏死 或者有可能这个血管发生了静卵 比如说冠状动脉 有时候呢 它在某一些因素的刺激下 它会发生静卵 那么静卵的结果也会使这个血管腔呢 变小 血流供应减少 那么也有可能呢导致这个病人的发生 梗死 那么这个是导致梗死的一些常见的原因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原因 只要导致这个局部的供血的血管 发生了堵塞 那么就会使它相应的供血的脏气和组织呢 受到影响 发生坏死 那么发生了梗死的这个器官 它跟一般的坏死相比 它有它的特点 那么因为它是由于这个血共的区域 而受到了影响 那么所以呢 它的坏死罩呢 往往跟它的血共的区域呢 是一样的 是有规律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病人的坏死罩的特点 来大致判断一下 它有没有可能是由于循环障碍引起来的 或者说缺血引起来的 好 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三个器官 最靠那边的是一个肾脏 这是一个肾脏 那么这是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肾脏的切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肾脏里边呢 有一个异常的病变 就是在这儿 颜色呢 有点发土黄色 那么它的形状呢 是基本上是有点成三角形或者歇形 底呢 是朝向背膜的 尖儿呢 是朝向肾门的地方 那么大家知道 肾脏的血流是从 肾脏脉从肾门进来 然后呢 反复的分支 变成一些小分支 供应一个区域 那么它的供血面积呢 基本上就是扇形的 所以这个梗死的范围呢 这个坏死的区域呢 跟它的供血的区域是一致的 这个是 凡是血流是从 这个脏气的门部进来以后 形成这种扇形风部的 这种供血区的脏气呢 往往发生梗死以后呢 就是成这种扇形或者是三角形的梗死灶 界限的比较清楚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土黄色的梗死灶的周围呢 有一圈颜色比较暗红的区域 这个叫出血带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发生梗死的这个区域呢 经常会出现的 在它的坏死的周围 跟正常组织交界的区域呢 会出现一个出血灶 出血带 这个是肾脏的根丝 中间这个呢 是肠的根丝 肠管的根丝 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这些肠管呢 基本上还是正常的 中间这个肠管的颜色发黑了 可以看到境界呢 很清楚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肠细膜的血管呢 它是成 它的供应呢 也是同样的 从一根主干 然后呢 反复发出很多的分支 就像树枝一样 那么它一个主干呢 供应一段肠管 如果说这个主干里面 发生了堵塞 那么相应的 它会出现一段肠管呢 发生坏死 那么所以 对于这个肠管来讲 它发生的这种梗死呢 我们叫它是 截断性的梗死 一截一截 一段一段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心脏 这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这个大体标本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心脏 心肌是红红的 这是正常的心肌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区域呢 成这种土黄色 那么这种土黄色的区域呢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形状来形容它呢 没有 非常不规则 这种非常不规则的形状 有时候我们形容它叫地图形 就是因为地图是非常不规则的啊 它的界限 那么或者我们直接就叫它不规则形 那么这个是心肌梗死的一个特点 因为心肌呢 它的供血的血管呢 它的侧脂循环非常的丰富 那么所以它的经常呢 它的血流方向 供血区域呢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它的确切的是在哪一块 所以经常它出现梗死以后呢 它的梗死罩呢 是不规则形的 或者我们叫它地图形 颜色呢 就是成一般的凝固性坏死的表现 土黄色的 所以从本质上讲梗死呢 它是一种坏死 那么它具有坏死的特点 同时由于这种坏死 它是跟缺血有关系 所以它的坏死罩的范围呢 跟它的供血区呢 是一致的 那么当这个局部的组织 发生了缺血性坏死以后 跟其他发生坏死的组织一样 它也可以是凝固性坏死 也可以是液化性坏死 那么这个呢 取决于这个组织的质地 那么一般来讲 如果说这个组织的质地 比较致密 比如说像心脏啊 脾脏啊 肾脏啊 那么它往往发生的坏死 或者缺血性的坏死呢 都是梗死 这边那边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发生在肾脏的 凝固性的坏死 我们能够看到里边呢 有一些组织的轮廓 但是细胞核都消失了 旁边这些呢 是尖制的细胞核 还有一些是集合管的细胞核 但是这个 顺小管的大部分区域呢 细胞核都没有了 这个呢 是一个脑组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脑组织里边呢 形成了很多的空腔 或者是形成了很多的 筛状的结构 这些筛里边呢 脑组织呢 都溶解掉了 这是液化性的坏死 前面我们讲变性和坏死的时候 已经对这方面呢 做了详细的介绍 这就不再讲了 好 那么对于发生 这个梗死的这个脏器来讲 那么它可以有不同的表现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表现呢 把它分一下类 那么这个 这个类型呢 主要是取决于 它的形态学的特点 那么其中一种呢 叫白色根死 我们也叫它 平血性根死 第二种根死呢 叫红色根死 我们也叫它 初血性根死 第三种根死呢 叫半血性根死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这些不同的根死 有哪些形态学的特点 第一个 叫白色根死 那么这种白色根死呢 一般来讲 都是由于动脉的堵塞 引起来的 白色根死 一般来讲 是由动脉的堵塞 引起来的 而且呢 往往 它的动脉堵塞以后呢 又缺乏 有效的侧肢循环 所以呢 这个组织呢 会发生明显的 缺血性的坏死 这种坏死呢 一般来讲 建于一些食指脏器 比如说 心脏 脾脏 还有肾脏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脾根死 那么这个是 这边是皮的背膜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脾脏的实质里面呢 有两个梗死躁 这个梗死躁呢 显得比较的干燥 颜色呢 是成灰白色的 周围呢 有一个显著的出血带 这个呢 是一个肾脏的梗死 这个也是一个白色梗死 或者叫平血性的梗死 这个是它的大体 这个是它的组织血 可以看到 这个组织呢 明显的是成凝固性的坏死 组织里面呢 出血很少 所以它的颜色呢 外观上呢 是比较发白的 这个呢 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镜下 这个两张图 大家比一比 明显的看出来 它是有差异的 它的主要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心肌细胞 这个心肌细胞 这一张上 心肌细胞盒都看不见了 这张上呢 还能看到很多的心肌细胞盒 那么细胞盒消失了 就意味着这个心肌呢 发生了坏死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个心肌之间呢 有很多的中心立细胞的倾润 这是它坏死以后 引起的炎症反应 这个是一个急性 心肌梗死的病人 大家想象一下 这种病人 发生了心肌梗死以后 临床上会出现什么表现呢 它有大量的心肌细胞的坏死 如果这个病人 梗死造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心肌里边的一些霉 就会释放到血液里边去 所以临床上呢 可以根据一些心肌梅谱的检查 来判断这个病人呢 是不是发生了心肌梗死 那么另外一个呢 大家知道 当这个心肌发生缺血性的坏死以后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 他出现的是大面积的 这种心肌梗死 或者是这种梗死呢 已经累积了他的传导系 那么病人有可能会出现猝死 那么甚至当他发病的时候 这种坏死的形态学的改变呢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猝死了 那么所以对于有一些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发生猝死的病人 甚至他在形态学上 还没有出现表现的时候呢 他就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 发生了猝死 那么这种病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 根据心肌细胞形态学上的变化 来进行诊断 那么有时候呢 会依靠一些特殊的检查方法 比如说看这个心肌细胞里面 一些媒谱的变化 或者是一些物质的改变 来判断这个心肌呢 是不是发生了 缺血性的一些改变 但是呢 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 从组织学上来判断 他心肌是不是发生了梗死 那么主要是依靠 这个心肌细胞的形态的变化 包括他的细胞核的消失 即将的断裂 凝聚等等 来帮助我们判断 好 这是白色梗死 那么一般来讲呢 它是由于动脉的堵塞 又没有有效的侧脂循环 没有淤血的一个背景 组织质地比较 致密的情况下发生的 还有一种梗死呢 叫红色梗死 我们也叫它初血性梗死 那么这种梗死呢 可以是由于动脉的堵塞 或者也可以由于静脉的堵塞 也就是说在严重淤血的情况下 它的血流呢 得不到有效的回流 那么也可以使局部的组织和脏气呢 发生梗死 那么这种初血性的梗死呢 往往是发生在组织比较疏松的区域 或者是器官 那么这些组织或者器官呢 它组织呢 比较疏松 比较容易有血液呢 蓄积在里头 另外一个呢 如果是发生在一个既往 有淤血背景的一个组织 那么它发生的梗死呢 往往也是成这种初血性梗死的这种表现 那么常见的一个发生初血性梗死的脏气呢 就是肺 这个呢 前面我们已经反复的给大家介绍了 肺呢 它是一个不容易发生梗死的器官 为什么 因为它有双重血供 除非这个病人有一个淤血的背景 肺淤血的背景 那么如果它发生比较明显的肺动漫的堵塞以后呢 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呢 发生肺的梗死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体标本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肺梗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肺 下面我告诉大家这是梗死灶 下面呢 这个是它的肺组织 大家看一下这个肺跟正常的肺 比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当然我们这是固定的标本了 不太好看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来 这个组织颜色怎么样 发黄 非常黄 是吧 或者我们叫它铁锈色 这个铁锈色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 含地血黄素的沉着 对 那么大量的含地血黄素的沉着 就意味着它曾经有过肺出血 那么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慢性肺瘀血 伴有肺出血 含地血黄素沉着的病人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它这个肺呢 发生了梗死 这个是梗死灶 那么它是出血性的梗死 在新鲜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成红色的 那么当它固定以后 红颜色呢 就变成黑颜色了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境界呢 非常清楚 它的尖呢 朝向肺门 里呢 朝向肺膜 成这种扇形的这种丰富的特点 这个是梗死造成的这种坏死的表现 那么我们再静下看一下 这个肺里边呢 有大量的出血 肺泡腔里边呢 都是血液 那么这个梗死造的境界呢 很清楚 这边是正常的肺 这边呢 是梗死的肺 它的血功的区域不一样 所以它的表现呢 是截然不同的 境界非常清楚 这个里边的肺呢 肺泡 结构还在 轮廓还在 但是呢 肺组织已经发生了坏死 这是一个肺的出血性梗死 是出血性梗死的一个常见的器官 第二种容易发生出血性梗死的呢 就是肠管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肠管 实际上就是一个出血性坏死的肠管 那么颜色呢 经常是会发红 那么它坏死以后呢 还会发黑 那么这种肠的梗死呢 往往是发生在肠套叠 或者是肠扭转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大家知道肠壁是非常薄的 如果这个肠发生了扭转 那么扭转以后 肠细膜的血管 它也发生扭转了 那么静脉壁呢 要远远薄于动脉 所以静脉非常容易受到外压的影响 发生闭塞 所以扭转的肠管呢 它会发生淤血 首先就是发生的是淤血 那么如果这个扭转的肠管 很快得到恢复了 那么它的血流呢 会很快的恢复供应 那么它不会发生坏死 如果时间长了以后 扭转的这个动脉呢 它也会在这个压力的作用下呢 发生闭塞 发生闭塞以后呢 相应的它的供血的区域呢 就会缺血 那么所以在这个淤血的基础上 就会发生出血性的梗塞 这个就是一个肠的出血性的梗塞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发生梗塞的这个肠管呢 粘膜和基层呢 都发生了坏死 另外呢 里边呢 血管呢 充盈非常明显 有时候呢 肩脂里边还会出现大量的出血 这个呢 是另一种比较常见的 发生出血性梗塞的器官 就是肠管 那么第三种梗塞呢 叫败血性的梗塞 那么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种梗塞 跟其他的梗塞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梗塞造里边呢 它有很多的细菌 那么这种梗塞呢 往往是由于细菌的栓子 栓塞在局部以后呢 导致它发生的组织的坏死 在这个坏死的基础上呢 又为这个细菌的繁殖呢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那么所以呢 局部呢 就会形成激发性的浓肿 那么这个是一种 严重感染以后的合并症 那么这种梗塞呢 叫败血性的梗塞 发生这种梗塞 往往就意味着这个细菌呢 已经入血了 它是随着血流的运行 波散而来的 那么所以这种败血性的梗塞呢 可以影响到全身的 多个脏器核组织 后果呢 会非常的严重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一个 转移性的酸色 以后呢 导致激发性的 这种转移性的 小浓肿的形状 它可以影响肾脏 也可以影响心脏 脾脏等等 甚至脑 那么它全身的脏器核组织呢 都有可能受累 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抗感染治疗呢 这个病人的后果呢 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这个细菌的菌栓 可以随着血流运行到全身的各个脏器和组织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在心肌形成的一个栓色性的浓重 中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有两个细菌的菌栓 周围呢 可以看到这个心肌细胞呢 都发生了变性坏死 大量的炎症细胞聚集 形成了一个栓色性的浓肿 那么这个细菌呢 随着血流过来 然后呢 细菌形成的菌栓呢 堵塞在小血管里面 最后呢 把这个小血管破坏了 然后进入到组织里面 进一步繁殖生长 好 那么这个是 几种发生的梗死的类型 那么不同类型的梗死 它的形态学的表现 以及对组织造成的影响呢 是不完全一样的 但是 不管是哪一种梗死 因为它是组织的坏死 那么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那么包括它的临床的表现 以及造成的后果 那么 对于这个酸色引起的这种梗死来讲 或者是血管扭曲 血管受压 造成的这种痉挛 等等原因造成的这种梗死 那么这个梗死造的大小 梗死的严重程度 对这个器官造成的影响 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一个因素呢 就是取决于它的血供 如果说这个脏器 它发生了血管的堵塞 或者是血管的扭 这个闭塞 或者是受压 发生了闭塞 那么它的这个血供 如果有丰富的侧枝循环的话呢 它也不容易发生梗死 比如说像肝脏和肺脏 这是两个具有双重血供的器官 它们呢 是不太容易发生梗死的 除非它有一个淤血的背景 那么才有可能发生比较明显的梗死 第二个呢 跟这个堵塞发生的速度有关 如果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那么这个身体呢 可以在局部呢 建立一个侧枝循环 或者是发生一个适应性的改变 如果是短时间内急剧的 或者是把大量的血管 或者很大的一个血管给堵塞了 那么这种短时间内的严重的堵塞呢 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梗死 另外一个呢 还跟这个组织的 对缺氧的耐受力有关 那么如果说是大脑 如果脑血管脑动脉发生了酸涩 那么它会对局部的脑组织呢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会发生明显的坏死变性的改变 如果是一些节地组织 比如说像皮下脂肪啊 或者是真皮啊 这些节地组织呢 它往往对缺氧的耐受能力呢 比较强 不太容易呢 发生梗塞 另外一个呢 还跟这个病人的基础状态有关系 如果这个病人 本身他就有一个贫血的 或者这种缺氧的一个背景 那么他在当这个局部的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呢 他就更容易发生梗塞 因此这个局部的血管发生堵塞以后 它造成的临床的后果呢 都取决于很多因素 好 前面呢 我们把血栓形成 栓色 还有梗塞呢 都介绍完了 那么这个是三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常见的病理现象 那么学完了这个三种病理表现以后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 Thrombosis 血栓形成以后 它一定会形成 Embolism 栓色吗 发生栓色以后 它一定会造成 Infection 梗塞吗 对 大家可以自己 可以联系一下 这个三种不同的病理现象 它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好 我们这个血循环系统呢 就全部介绍完了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讲解的内容 冲雪 水肿和初雪 血栓形成 栓色和梗塞 那么希望大家课后呢 再好好的复习一下 另外呢 最后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这是一个病理分析 那么我给大家简单的练一下吧 这是一个老年男性 他因为骨骨骨折呢 入院了 入院以后呢 他没有马上做手术 先呢 做了固定 同时呢 他术前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呢 到第三天 然后呢 给他做骨骨头治患了 做完以后呢 在手术的进行过程当中 这个患者呢 突然出现了心动过速 呼吸困难 很快呢 抢救无效 就死亡了 那么 从这个过程来讲 我们请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病人 他的死亡原因 有可能是什么 那么这些原因是怎么 导致他发生死亡的 那么这些原因实际上 我们这个学循环的 这个课程里面呢 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但是呢 需要大家联系这个实际情况 分析一下 具体到这个病人 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在起主要的作用 好 今天我们的课秀上到这儿